你们七夕都收到些什么礼物呀 作为一个吃货 我收到的是一大堆空韵的螃蟹 正好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平时螃蟹的一些吃法 今天先拿这个肉蟹做个葱姜蟹 结盘后把大钳子掰下来 要是活蟹的话 就先把大钳子掰下来 防着被夹伤 我们这种不是沿海地区的 就只能吃这种空韵的了 把肚脐掰下来 再给它刷洗干净 脚脚落落一些私家的地方 都要给它刷洗干净 洗干净后把壳掰开 把壳上刺嘴的尖角 就会给它剪掉 这样更方便吃里面的肉 不能吃的部分 也直接给它剔除掉 蟹腮和嘴巴也都给它剪掉 蟹脚上没有肉 尖尖的这一截也给它剪掉 去腮的地方再给它刷洗一下 放着有泥沙 蟹身给它切成两块 或者四块都可以 大的蟹前也全部给它拍烂一下 这样不容易入味 再切一些葱姜蒜 放碗中备用 葱白和葱叶分开 黄蟹的切面 放玉米淀粉中轻轻地粘一下 再放入锅中中小火慢煎 煎到像是要表面微焦翻黄 就全部盛出 把葱姜蒜放进煎过的油里炒香 再把蟹前全部倒进来 拌炒均匀 再把蟹壳和蟹身全部放进来 倒是小半碗水淀粉 再放少量料酒生抽蚝油调味 盐就不用放了本来就是咸的 全部翻炒均匀收干汤汁再把葱叶放进来 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装盘开始享用了 这次的蟹虽然个头不大 肉质也还是很饱满的 这样简单一做以富强的清甜鲜美 下一个视频继续分享清蒸和盐菊 记得关注哦 清蒸和盐菊蟹 把螃蟹的各个角落都刷起干净 再把钳子上的皮筋去掉 先把蒸锅上铺上一层姜片 再把螃蟹肚脐起朝上全部放进来 冷水上锅蒸 这样脚不用掉 手擦后转小火再蒸10分钟就可以了 清蒸的做好了 下面就开始盐菊 最好选用这种粗盐 不容易粘在蟹身上 再倒入八角花椒 跟您一起炒 炒到盐变烫 微微发黄 香料的香味出来就可以了 再把炒好的盐 盛出一半备用 锅里剩的盐 给它铺开铺平 再铺上姜片和餐断 把螃蟹全部放进来 再把盛出的一半盐 也全部倒进来 用铲子给它攒开 把螃蟹全部放住 我这个螃蟹个头不大 开小火盐菊10分钟就可以了 要是个头大的 可以适当地延长时间哦 最后把盐扒掉 夹出来就可以了 两种做法都非常的简单鲜美 盐菊的肉质相对更紧实一些 偶偶换种吃法也是非常不错的哦 好吗 感谢观看